多名援警聚集在赌场门口 强力攻坚破门入 强力将门敲开后 警方冲入屋内大声喝斥 命令嫌犯规规听话 前犯一脸不知所措 站在原地不敢动 警察更直接上到二楼指导黄龙 爬上楼梯发现藏匿了更多赌客 现场查扣赌资十五多万元 事发在基隆中正区 警方持搜索票强力攻坚 将祖贤及赌客一网打尽 当场查获职业性添酒牌赌场 余姓祖贤等二十人 查扣赌资十五万余元 不过却有赌客反映 在现场遗失了九万元 警方也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 目前并无警察涉案 不过警方会持续追弃 还原事件真相招出失窃的九万元 记者朱定容 王宜宁 基隆采访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